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利尔最近在法国获奖了 是吧 是前总理拉法兰 他现在也是中法委员会的主席 等于现在他想推进中法两国之间的纯文化上的交流 就不掺杂什么经济企业的活动 我怎么听着是你们造军舰那人呢 拉法兰不是 拉法业呢 不是 拉法业你别这样 拉法兰 这次把我叫过去 跟他们有二十几个人 有政要 还有一些就是名企业家 还有一些名人 名艺术家 我们大家一起 这都是跟中国有一定的 对中国有一定了解 有一定关系的人 大家都聊如何提高中法 这件包括当然孔权大使也在场 也发言了 所以我们就说 这家节目现在有加藤嘉一 有朱利安 没错 这我们这个节目 权利也是兼职人的接班人 对 我们这基本上 促进中外友谊的好节目 没错 未来咱们至少掌控几国形势 是吗 没错 朱利安通婚 而且我刚才讲他离尔 他离尔离比利时特别近 对 刚才跟我们说 他们那都讲比利时笑话 我觉得比利时的幽默 跟中国幽默不太一样 法国幽默 您跟我们讲两个 首先不是比利时幽默 是法国人关于比利时的幽默 还是法国人的幽默 以至于比利时人 为了报复法国人 也有关于法国人的 另外一种幽默 对 他们的这个我还不知道 就是他们的前提是 法国人很自大很自恋 我们的前提总是说 比利时人笨 这当然是 刚才讲的那个 刚才讲的 先是衣柜里发现一个骷髅 问那是什么 那是比利时人玩捉迷藏赢了 就在那躲太久不出来 对 就没出来 我以为是说比利时人瘦 漫漫天是说比利时人太蠢了 在里边呆两百天也不出了 不过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这个 在房车里面换一个灯泡 需要几个比利时人 你太蠢了吧 你叫比利时人 我公布 对对对对 你这已经融入我们家乡的精神了 公布答案 需要五个 有一个在里面拿住灯泡 四个在外面转房车 这好玩 所以你看这个是文化 就是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人就不一样 最近有件事特别能凸显你们法国的文化 法国人愤怒了 对吗 法国人愤怒了 你们法国人 我先给你看张照片 现在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有一个房子 导游领着游客去的时候说 这就是那个法国人呆的地方 卡恩 就那个法国人 那个法国人 那个被控强奸的 IMF的前主席 说是租住的豪宅 24小时给监管着 而且现在还是电子脚踝 这个卡恩 就关在他自己租的豪宅里 咱再不知道是一种电子脚料之类的 他那个是家庭监警 就你不用做居留所了 你可以在家 你给够钱 怕你逃跑 就以前有那个 就是波兰斯基 那个导演的事件 波兰斯基不是跑了吗 怕你跑吗 那怎么样呢 你关在家里头 脚上呢 靠着那个靠 那个靠是你一走开家门 第一他想 第二他就会自动报警给警察局 就来抓你了 我先问问你 法国人对卡恩 涉嫌的这个事情 是什么思想感情啊 很难说 因为这种感情 在我们法国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吗 首先说以往 法国其实也就是分这个政治的派别分的比较明显嘛 所以以往呢 就是看什么报的人 就是什么派的人 这个是以往就如此 但这件事情上 反倒让很多以往是激烈反对卡恩这样的是这种社会党派的这些人 有一些右派人士也在这一件事情上也开始同情他了 因为这涉及到其实的涉及到的是法国的文化 他之前那么多事情 07年有一个人一个女作家 因为他跟凯恩他们家庭啊 之间有一些关系 他跟凯恩的女儿也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其实后来这个事情也没有太追究 他母亲也是一个政界的人 当时他就说遇到这个事情采访凯恩凯恩对他有一些小动作 07年的事 后来那个 还挺漂亮的 还不错 对 然后那个在法国的节目上放 比那个酒店的服务员强眼 比他强多了 然后在节目上放 后来那个制片选择吧 这个Dominix Toscan那三个字啊 就啵 就是法国播出的时候 选择这样 后来08年 当然我们都知道 跟匈牙利的这个是经济学者嘛 好像是啊 就也有这个 一直在法国很多人都知道 媒体的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一直选择 起码不报道 或者是不在最明显的位置报道 为什么呢 他你像刚才法国后来还是 你们未来总统的热门候选人啊 社会党里边 就但是大家一直知道他过去这些事 嗯 对 这就是法国的这个文化 他基本上 他那是性骚了 我看法国人是不是有点把性犯罪都当赞美啊 没有 这个我澄清一下啊 澄清一下 因为首先这个事情 当然定不定罪啊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事情 现在目前还很难说 但是他超级好色 这是很多人一直知道的 问题是法国人确实有很多人认为 一个男人的好色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是但这个他只是更比很多文化 更公开的承认这个事情 而在这种 Anglo Saxon 这种就是中文叫什么 Anglo Saxon 文化当中啊 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但实际上你在美国 你多少人都出过一样的性丑闻 只是美国的社会舆论是绝对不饶的 而法国的社会舆论是 哎呀 我们普通人也这样 这事不影响他的工作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想当法国人呢 你知道吗 就是我永远都 我永远都忘不了 当年克林顿闹这事的时候 人家法国报纸说什么 说美国人成熟点吧 真是没见识 这点事算什么了不起 我就是说 每回唱我的祖国 他都唱成一条塞纳河 我第二祖国 第二祖国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法国呀 我还真是情有独钟 当年我为什么说呢 我美国拒签了我之后 法兰西向我张开了怀抱 我去了巴黎待了两个星期 从此我就自认为是法国人 第二祖国 而且我的好朋友说 他这辈子要是有可能 最喜欢居住的两个城市 第一就是巴黎 第二是台北 我跟他一样 我在这里代表法国人民 欢迎你跟法国结婚 提前 好 法国女的好对付吗 不好对付 相当不好对付 非常不好对付 你就是 他来找四川 法国有个前总理 你刚才讲到什么 安格鲁萨克逊 法国曾经有个前总理的夫人 我这叫个什么松 总理都叫松 什么松 松 法国松 这是报纸报道的 到英国去访问 公开在媒体上批评 他说我到英国伦敦逛了几天 他说这个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男人 很有问题 说有什么问题 我在伦敦大街上转了几天 没有一个英国男人 抬起头看我一眼 他说这个是太没文化了 不礼貌 他说你到我们巴黎 我们法国的男人 哪怕正在买手于工作 只要有个女的从旁边过 还是会行注目礼的 我知道这种情况 在美国的工作环境当中 多看两眼 有可能有一个理解为性骚扰 对 没错 那还一句玩笑 没错 因为美国是完全是清教徒文化 巴黎街头甚至是当街尾随 那个女孩子觉得这是一种赞美 你知道吗 那你去意大利能更那个什么的 我这巴黎就是我就看一些小伙子 现在一女的都不认识 上去就搭讪 他尾随着女的 我尾随着小伙子 看看 看看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朱利亚你就代表法国人民愤怒了 是吧 对美国媒体愤怒了 今天一来拿这个手机 说你看看那个他们外国都怎么说 我们怎么说的 没有是这样 就是这次呢 安格鲁赛克逊媒体啊 总体上都在要么讽刺 要么说法国 那这个事情确实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不理解 比如说文化就不一样 为什么有什么样的法律 有什么样的媒体跟文化有关 你好比说记者 记者文化 为什么以前现在说的最多的是 有一个词好像叫Amerita 就是以前的这个法国记者 为什么不报道这些事情 对啊 那法国的法国人就觉得很正常啊 你没有定罪 你没有什么证据 你就不认识 那你是记者 你应该去澄清此事 你应该去想办法去了解 去此事 但是呢 有人分析说 其实很多法国的主流记者 都是来自一些精英学校 就像政客一样的精英学校 他们渴望的 呃 是更多的是通过 他们把自己 视为知识分子 而不是报道事实的人 啊 所以他们还是希望有一种主观的意识 来告诉大家 他们怎么分析某一件事情 要不然